十隻雞熬煮兩天 蘊含厚厚的膠原蛋白 這是金正恩太太 立學煮的最愛 取名絕蛋雙焦湯 出自台灣廚師的手藝 這個顏色是我們選了很多種雞 才研究出來的 行政主廚古登黃 有二十年烹飪經驗 三度受邀到被汗替金正恩煮飯 家宴跟軍人宴都曾由他抄刀 就連金宇鎮 李學煮也都在列 家宴的話他們會比較輕鬆 那國宴的話就很嚴肅 就是大家聽到在講話比較多 日本的A5頂級和牛 在鐵盤上繼續作響 包進鹽餐跟皮辣椒跟苗栗提及 這些都由台灣專程帶去北韓製作 每一道菜都深受金正恩的喜愛 我做完最後一個的和牛炒飯 他吃了三碗 我做那個蟹肉魚子像慕食 他吃了四個 龍蝦的海膽醬汁跟龍蝦 他吃了三隻龍蝦 我才知道原來他真的很會吃 主廚揭秘金正恩專挑頂級料理 宴會總餐費破三十萬元 出發前就要先開出菜單 由當地總管準備原料 不過第一次去時 心情其實很忐忑 第一次去的時候會有一點 如果說做不好把我們護照扣掉 不然我們回來會怎麼辦 富北韓展現廚藝一趟 總會待上三到五天入住的還是 金正恩私人會所 但除非獲得允許 否則哪都不能去 至於報酬大約是台灣半年薪水 胡登黃以廚師身分揭秘元首宴會 更用道道台式料理 征服北韓領導人的胃 三地宣傳各自鋼豬軍還被報道